文資法沒有修法之前 我們是建議登陸它是立體 那高等行政法院就是說 我們程序上可能有一些 這個不實周圍的地方 什麼照片太少啦 什麼委員沒到期啦 那現在呢 我們106年我們 最後一次我們確定 但是我們改了一個名稱 我們有一些新的選項 叫做紀念建築 我覺得我們今天會應該要確定一次 因為按照現在文資法 好像登陸為紀念建築 我們比較準確 紀念是只有你們他有講 不計較那個房子沒醜 或者他計較的是那個人物 所以我們應該說 我們這一次跟上一次名稱是不一樣的 我們這一次不叫例見 我們叫紀念建築 他剛剛內容有討論的項目 那就是說都沒有這個其他資料 所以我們還是照原來的案子 然後就是紀念建築 好 依賴就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我們謝謝委員師 其他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這邊可以 他就去找個資料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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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